好 那因為我現在沒有用到石墨工具列 所以我先用Tool 然後 Graphite 這個Modeling Editor先關掉 先不用這功能 可以省一點空間出來 然後這個是 裝東西的這個承載斗已經好了以後 那我要放輪子 可是地面在這裡 所以先把它往上搬 先把這東西往上搬 然後我們要開始做輪子 輪子呢是直接用Think的製作 那輪子呢我就是在 會換到 側面的是這個角度來看 好 一樣打開鎖隔點 那我們看一下 大概輪子要多大 半徑15公分 好 就30公分的輪子了 有點大 不過沒關係 好 那先做出來 再到這一個 Modify面板裡面調參數 因為現在太高了 10也太高了 大概5公分 就應該蠻厚的了 Segment不需要 好 那 邊數呢 邊數也不用18 因為我們不需要這麼圓 這個物件 你看我們這個 造型的地方都沒多少面 這裡當然不需要 所以我大概只要用 10就可以了 沒有到嗎 好 進去了 10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轉一下 因為這樣看起來 這底怪怪的 所以 稍微轉一下 你只要讓它看起來 不要讓人家看到完全的水平線 跟垂直線 這個東西看起來就比較圓 好 然後把它搬到旁邊來 大約這個位置差不多 好 OK 那 這樣子呢 還沒有完成這一個的製作 這裡面還少一個東西 呃 我們的模型呢 不能有這樣子的結構 這個是十邊形 好 所以轉成 Editable Party 好 然後選面 做一下Insert 好 隨便拉一下就好 然後直接按這個按鈕 Collapse 封閉 或塌陷 它會把那個面呢 變成只剩一個點 好 所以現在這裡就是一個 十個三角面 這樣的模型 才是 OK的 所以內側一樣要做一下 好 OK 三角面 四角面 好 這個結構才是我們要的 那我緊接著就再做一個東西 好 那 那 開著 鎖割點 啊 現在 鎖割點 開著 那 換在這個位置上做 這是我要做個那個輪軸的蓋子 翻出來放在這裡 好 翻出來放在這裡 那 因為這東西很小 好 就是你不需要跟它完全一致 好 那7都已經 我都可能還嫌它太多了一點 高度調一下 好 一樣 右鍵轉成pally 這個動作還是一樣要做 一樣要做這個動作 那內側呢 內側這個直接delete 因為它塞在裡面看不到就不需要 好 所以 啊 這樣子 輪子就做完了 好 輪子的這個結構就完成 表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